三月上海有一名男子戴上细胶面具 乔装成老人潜入社区偷窃 得手赃物价值45万新台币 近期江苏警方也破获多起窃案 有男子戴人脸面具 乔装成电力公司的人员行窃 犯案至少20起 现在这种细胶人脸面具 越来越泛滥形成治安破口 这个切合同还是蛮高的 就是这样之后的效果 如果你在远处五六米的地方 不仔细看的话 你可能看不出来 我是戴这个面具的 电商平台贩售的细胶面具 唯妙唯笑 肤色眉毛鼻子都做得相当逼真 价格在几十元到几万块人民币不等 有些商家推出明星仿真面具 甚至宣称能通过人脸辨识 我们这边辨识价格是两万三一的 定制的话会比较麻烦 所以先剪电视膜 然后再剪拧膜 然后再倒入对焦 然后再红带 所以还是很复杂 耗费一个多月定制的面具 逼真程度高达九成 细致到连毛孔 胡须头发 甚至连老人般都做得相当逼真 只需提供六张不同角度的照片 就能定制模仿任何人的人脸面具 但专家说 除了涉及侵权 如果造成犯罪 商家也可能成为共犯 但没有经过他人允许的情况下 用到了包含他人的一个人脸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面具 那么他会侵犯到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肖像权 隐私权 利用人脸面具犯案的例子增加 引起大陆当局注意 也掀起加强监管的呼声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